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這條影片是講中三的第七課書 例如7.3 它說現在有個數字就增加了30% 20%增加了 那就要立即聯想到增加是甚麼 就是加 是不是 我們新的數字就是1加20% 你立即可以寫到這些東西的 方便你去計算 我們稱之為文字 就轉符號 OK 加了20%之後就是300 所以根據我們的計法就要找回原本這個號碼 就是這個號碼 是不是 我加一次X就是原本的號碼 所以其實1加20%就乘X就等於300 因為用回一條公式 是不是 那就算了1.2X除過去就是250 OK 好了 但是有些同學就說 阿Sir 我不敢算得不行 我知道X增加了20%變成300 那就是如果我300減20% 那就算到X了 是不是 我們又試一下計算了 那就是300減20% 就是乘以1減20% 那又看看會計算到甚麼 OK 好了 看看會計算到甚麼 那你拿個計算機出來按一下 按一下300就乘以1減20% 計算到是240的喔 咦 奇怪了 為甚麼不一樣呢 為甚麼跟250不一樣呢 明明它增加20% 那就減20%就可以了 小心點 這裡由X增加20% 其實那個X增加20% 是說X裡面的20% 那現在X是250 那它裡面的20%其實是多少呢 其實是乘回 那250乘以0.2 就算到是50的 其實是50來的 所以它增加20%就是加50 就是250加50就是300了 但是這裡說的20%減20% 是300裡面的20% 就是乘以20%啦 那你又按一下機算到多少 是計算到負60的 OK 就是說它由300減20%是減了60 就不是減50喔 如果減50它才變成250 就是說 為甚麼這個方法計不到呢 為甚麼這個方法計不到呢 原因是因為它們計算的基數不同 這個是300計算 這個是250 雖然我不知道是250啦 計算 那怎樣計算才對呢 我有時候會理解錯 記住 從文字去寫就一定不會錯的了 因為它說這個號碼增加20% 所以一定一減 一加20%一定是加的 就不會變成減的 這個就是錯顏的 所以一減20%它沒有這個數字嘛 就當它x 所以x就扔著一減20% 就變成 to become to become就等於 就是300 那你就寫到這條方程式 那當然你要假設x出來啦 OK 那我計算是這樣的計算 這樣就不會錯了 行不行 希望你有看短片會明白 那有同學說 sir我不想裂方程 我直接用除法 行不行 我知道這裡是300 就除以1.1加20% 行不行 行 你深水清知道它除了的非常好 更正更快 但是有些同學未必得到的 就用裂方程 OK 好 那短片就可以到這裡了